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律师联络上了 他说他有为客户保密的义务 但是他说竞选总部其实已经发了声明了 4月23号就是半年前 这个林胜文参加国民党党内初选的时候 就已经委托律师放弃加拿大的公民权 震惊现实批总是有一群好奇宝宝 我们喜欢问当事人他很难回答的问题 而且会挖出一些很不为人知的真相 今天我们有一位神秘嘉宾 稍后会告诉我们 加拿大公民在正常情况下 要怎么取得 要怎么放弃 不过另外一方面 柯文哲的父母亲也曾经帮柯文哲申请过绿卡 那么后来就是因为这个移民间 真的太麻烦了 所以可必就放弃了 但是蔡正元在脸书上说 柯文哲起心动念想当美国人 我们在今天有蓝绿的来宾为您听评理 他14岁就已经全家就已经出国移民了 那他十几岁的时候父母亲就帮他们办了这个 因为在国外念书在加拿大念书 他在加拿大念高中念初中 所以那时候就已经办了这个加拿大的护照 那本来一直也都没有事情 其实为了我的选举 那他也被拨要放弃 所以在4月19号 我初选过的时候 大概4月23号当天 他就决定 我请律师去处理这个问题了 那当然我也觉得 对我太太来讲 很抱歉 因为此代 本来他没有什么必要去做这个事情 这是他的自由 那他很小的时候 他父母亲就已经 帮他做了这个申请护照的动作 但是为了我选举 他也必须要去被迫去放弃 那我也觉得 这是我太太对我的一种牺牲 好 谈到这个蔡一山临时文书 哇 牺牲啊 真的是很心疼啊 不过我们现在要带你来看一下 那么到底要如何取得加国的公民呢 其实就是出生在加拿大 通过血缘关系取得 或是规划成为加拿大的公民 好 如何放弃呢 这是大家很关心的部分 加拿大公民如果想放弃国籍的话 可以提出申请 并且由公民法官来做审批 目前蔡一山在这边 透过律师他们是宣称 已经想要放弃国籍 所以已经提出了申请 那么接下来就是由公民法官来进行审批 我们再来看看下一张 就是说妻子如果是加拿大籍 那么连胜文多久可以取得呢 好 如果说你取了个加拿大人 不代表能够立刻成为公民 必须要申请亲属移民 那么但是因为这个配偶已经是公民了 所以移民局会优先核准申请 一般来说六到十二个月之内 就会核发封业卡了 也就是说呢 蔡一山他已经是加拿大人了 所以连胜文在任何时候提出申请 六到十二个月 他就可以拿封业卡 到的封业卡还是必须要做满三年的移民间 才能够拿到公民权 但配偶能以随同另一半在海外工作的名义 享有免住加拿大 但是仍然可以保留永久居留的权利 其实拿这个绿卡或者是封业卡 或者是移民这件事情 其实本身来讲没有什么错 我们的内阁官员 包括我们的总统 一卡车的人都曾经拥有过这个绿卡封业卡 然后最后呢 就是不甘不愿的把它放弃掉 问题不在这里 问题在于说 有没有很诚实的去面对这个问题 这中间有没有干跳的地方 但我们换个角度来看 就是说台湾的公民台湾的人民何其悲哀 我们掌握权力的这些权贵跟政府 他们制定政策 他们都一个一个要找一个保险 都不愿意在台湾常住或常待 那我们这些或是说大家这些 如果假设没有这个能力去取得 这些绿卡封业卡 没有办法移民的人 他们怎么办 郁珍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第一个我必须要先告诉大家说 其实连胜文讲了 就说OK他们已经去申请放弃 但是呢至少到目前为止没放弃 这是事实 好那第二个就说 他呢即使是如果是当选 当选后他也可以策件 策件之后就说蔡依三 拥有家国国籍 包括就我所知 包括两个小孩 就是连定 这个连定节跟连安节两个 就是说他们家一家三口几乎他们 我可以确定 他们家三口都是加拿大国籍 好那至于连胜文本人 他到底有没有双重国籍 我觉得他应该要讲清楚 我得到的资料 我得到的资料是 连赞呢在担任外交官的时候 曾经帮他们家的小孩申请过 这是我得到的资料 那是他住萨尔瓦多大使的时候 就是他当外交官的时候 不是直接申请萨尔瓦多 那也不是申请绿卡 那所以呢 我觉得说第一个走到这个 就是说今天的这个新闻 今天这个新闻代表几个意义 第一个也就是说你们连家 那除了这个财产不明之外 那你们的这个国籍 你也讲清楚 那讲清楚的话 就是说蔡依三 蔡依三其实他可以拥有加拿大国籍 即使你成为台北市长 这个联市长的配偶 你也可以拥有加拿大的国籍 为什么 就像我们以前有去追究过 周美清是到底是 只有中华民国国籍 还是他有双重国籍吗 我们没有追究过 那以前也追 以前也可能包括 可是第一夫人有外国国籍 这是一件很糗的事情 很糗的事情 但是我请问各位 我请问各位 以前有人去追究周美清吗 所以这个事情只是告诉大家说 你连家你到底成不成时 你要告诉大家真正的一个状况 那即使说你当选后 你当选后你也可以策键 那到目前为止 我们可以确定说 蔡依三跟小孩 本身都还是具有 加拿大公民的身份 所以呢这件事情只是说 你要不要投给一个 他的老婆是跟家人 都是加拿大公民的市长候选人 就说你要不要投 因为我相信这件事情 你要投连胜文的人 你也不会说哎呀 怎么蔡依三是外国人啊 怎么蔡依三是加拿大公民啊 来跟我握手 哎呀你是外国人 你不要来参与台湾的选举 我想这个改变不了太大的一个 就是说原来的属性 想投给连胜文的人 不会说哎呦 蔡依三是加拿大国籍 那我就不投了 只是他没有讲实话 也就是说到目前都还在 都还存在了这样一个国籍 其实以一个女性的角色 我会觉得啦 这个蔡依三她是一个独立自主的 现代女性那么其实周刊也已经爆料了 那么跟连家很亲的这个 国民党的一个议员 她说他们为了这个事情吵了一架 显而易见的就是说 可能连胜文知道这个事情 会被拿出来质疑 所以两个人吵了之后 那么蔡依三还说 为什么为了你要选 要我跟我的孩子放弃这样的一个权益 但是无论如何最后达成协议 那表示她还没有准备好 要从事公职 但他们达成协议 对我还是放弃 其实在周刊里面 他的内容是这样子的 就是有被派到 就是一三 就是连胜文的老婆 出国的时候 拿的不是台湾的护照 拿的是这个加拿大护照 这个事情才爆开的 那这个事情爆开之后 按照一周刊的特质 就是他要报事情之前 他一定会打电话给当事者说 我未来的这一期 会有这样的消息 所以这样消息完之后 才有现在连胜文的这个说法说 他四月份就提出申请 而且是请律师去提出申请 那我们知道 你任何要把你的这个身份取消的话 是要本人 那律师什么意思 讲到这个地方 我们来确认几件 这个移民放弃 这个加拿大国籍的几个细节上 法律上的问题 我们现在来call out 这个就是中华民国移民商业 同业工会的理事长 王理事长您在线上吗 你好 我在线上 你好 跟你请教几个很专业的问题 加拿大的公民要放弃 要怎么放弃 加拿大的公民 如果没有税务上的问题 或者是刑事案件的问题 当场就可以放弃 那顶多是隔一天 那如果有税务的特例的话 可能会查询时间比较久 什么叫做税务上的特例 表示他还有欠税 加拿大的公民是全球课税 那如果你被他发现国外的所得没有回去绞的话呢 他就会追查 追查时间就会比较久 那如果一般没有这些的时候就是当天或隔天 但是他必须在加拿大的领事馆 当然台湾就不行了 那如果要放弃的话要本人 对是本人 没有办法代理 这个公民的权力的给予是很很慎重的 是不可能用代理的来放弃 所以交由律师办理是什么意思 其实是财政本人要自己去办理的意思吗 对对对 一定是本人 所以说4月23号就已经委托律师办理 这句话是怎么解读呢 这个我们不同个案去谈 它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中间的细节 我们并不了解 比如刚刚我有提到 若是涉及到税务机的话呢 可能跟税务局必须有一个 比较长的时间调查各方面 那如果不是这个样子的话 一般就是当天或是就通过了 所以半年还没有把这个手续完成放弃的手续 这中间除了税务以外 有什么其他可能 一般台湾人民拿到加拿大公民 大部分只有税务而已 除了一个比较严重就是刑事责任 在加拿大有刑事责任 结果你没有回去加拿大 一般来讲 我请教一个问题 就是说通常这个税务的问题是 我们去放弃这个加拿大公民 然后加拿大告诉我说你有税没缴 我才要去补税的问题 应该是这样吧 那是被发现 所以一般来讲我在申请的时候 应该没有税的问题吧 就是我放弃的那刹那 不需要去缴什么税已经结清的 这类的问题没有吗 如果你这个问题被发现 你放弃它是不会给你放弃的 你可以把税结清才能够放弃的意思 可不可以补问一个问题 就是说加拿大申请公民 有一个程序是 如果你是4月23号地件申请 也就是由律师申请的话 那是不是半年内没有通过的话 因为我同学移民这个加拿大 他说半年内没有申请通过的话 就视同测件 也就是说你不能够把这个申请件挂在那边挂超过6个月 是不是这样子 也就是说如果4月23号申请的话 那照理来说10月23这个案件就已经完全失效了 一般的人民没有这样处理 所以事实上我们也没有遇到这么样的一个案件的问题 所以针对这个个案呢 我不敢任何发表一般的意见 我只能够一般的办理的情况 都是亲自到达 然后亲自放弃 我们协助客人也是这个样子 OK 王理事长我们这样子问 就是说这个结论就是说 如果你是一般正常程序的话 就是本人到加拿大的领事馆 领事馆或到加拿大移民局 就是进入加拿大那一刻也都可以放弃 好 所以你到香港加拿大的大使馆 领事馆 领事馆可以到北京都可以对不对 对 北京是在 本人到那个地方放弃 当场就生效是这个意思吗 对 基本上是这样 好 谢谢你 好 谢谢 OK 好 蔡一三就是不愿意嘛 所以从4月份到现在 蔡一三从来没有走进去这个移民署 自己去申请过撤销嘛 所以大家已经看清楚了 这个从头到尾都在骗人嘛 而且委托律师是什么意思 因为这件事没有委托律师的空间 没有任何委托律师的必要跟可能性 所以其实我们就说 如果这个事情是一个真实的话 那么廉胜文在第一时间 就应该公布他所登陆的资料 事实上也不需要登陆的资料 只要去建移民官 直接就可以把他的这个身份取消 他现在应该秀出来是 他已经取消了证明 而不是说已经取消七个月了 他也可以拿出他申请的文件 然后我要说明的一件事情是说 在这个关键的时刻里面 其实我们也不会觉得 连胜文在说一些不确定的事情 有什么意外 因为子光在所谓UO卡部分 他就杀了五个谎 那第一个谎说 他说这个小儿付款是他创造 其实不是 是丁手中在立法院创造的 第二件事 他说他在UO卡辩论会的时候 说在UO卡工作数年 他才一年多 什么叫做数年 第三个 他说他很重视女性平权 但议员也踢爆他了 事实上在UO卡公司里面 他也没有让一些女性的干部得到拔迁 然后他说很重视女性的这个平等 那么第四件事 我们觉得最好笑的事情是说 他说UO卡公司 他在接手的时候 是亏钱的 但事实上UO卡给的财报是 他的任内是赚三百多万 第二年是赚一千多万 所以最后一件事情 你可以看到他只光一个UO卡的事件 就可以说出这么多脸销围 直接脸 那最后一件事情 那也是议员直接踢爆他 他说他这个拿他的薪水一半 当做奖金发给员工 马上被踢爆 事实上UO卡公司的这个奖金跟薪水 都是由议会决定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已经说谎成性的时候 你在哪里太太的这个 所谓的加拿大的这个移民 是这个我们说的这个撤销 只不过是因为一周刊 已经报到你的太太出国的时候 连拿中国护 台湾中华民国护照 都不愿意的情况之下 被人家看到 只拿加上护照 才被举发出来 那我觉得在选取 选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已经倒数没有几天了 其实连胜文应该考虑 有些话应该说实话 不要再用一些什么七个月 什么委托律师这种事情 来骗寻常老百姓 那如果你真的拖七个月 你告诉我 是不是因为他们家在加拿大 有些房产 那么不希望这么及时的过季 造成所谓的税率上的问题 你也可以这样讲清楚 所以我觉得不需要 把这个事情顾左右沿他 这样反而对联盛文 事实上已经年轻人不喜欢他 如果在报这个事情的时候 一个要将选市长的人 是不是可以公然的 去做一些欺骗 这样我觉得是要慎重思考 我再补充一下 所有的政治人物 只要扯到国籍问题 除非你已经很坦然的 正式的去申请文件的 否则通常都说谎 我举几个例子 当年的李庆安 大家记不记得 这本是2008年3月份的一周刊 我已经放了足足有 将近8年多的时间了 这个李庆安的双重国籍 第一时间他被记者追问说 您是不是具备绿卡 双重国籍的时候 这边里头写得很清楚 李庆安说没有这回事 完全没有 可是呢 李庆安是到什么时候 才被完全确认说 他具有双重国籍 因为他有够不要脸 多不要脸呢 他呢在后来 经过很久很久的时间 他呢拿着美国的这个身份证 就是Security Card 拿去做什么 拿去领美国的退税 那当时呢 其实在这个杂志出来之后呢 就很多人跑去台北地方法院 告发 就是这个告发这个 李庆安双重国籍 结果呢 台北地方法院呢 一直写信 请这个美国再来协会 请AIT 请美国移民署 给我们正确的资料 你知道那个东西拖了多久 拖了将近两年 就拖了很久很久 一周刊呢 每一期都有写说 距离李庆安双重国籍的真相 几天几天几天 一直累计 累计到四五百天了 结果有一天 台北地方法院突然接到了 美国移民署写信来说什么 说对 他今年去领了本国退税 所以才确定 Bingo 就说这样子的情况 他都可以拗板 一直拗一直拗 拗到这么久 那这里头还包括谁 在这一起里头还包括一个人 就是郝龙斌 郝龙斌到底有没有双重国籍 郝龙斌说我自动失效 这个自动失效的问题跟谁一样 跟马英九一样 马英九在去年 在今年 这是今年五月 大家记得今年五月的杂志上面说 美国要向我们的马总统要怎么样 要追税 那时候呢他才说啊这个这个我们那时候就讲说当时2008年就为了这个总统大选的时候当时李清安为什么会被查出来因为我们要查马英九 结果查了马英九不小心查到六个人其中最严重的那个人叫李清安 好结果呢 马英九找不到证据 因为真的太神奇了 他的绿卡 从这个真的他回来当金国秘书的这个过程呢 就不翼而飞 就凭空消失了 所以呢到后来马英九的绿卡无法确认 整个美国的移民署的资料 你知道花了多少钱呢 花了多少钱找美国移民署去翻遍了 马英九的绿卡资料不见了 那就一个所谓的自动失效说 自动失效说追到今年都还说 他必须要向美国政府缴税 对 其实玉珍 绿卡没有自动失效这回事 对啊 就是等于是你的驾照到齐了之后 有啦会被那个绿卡有 我即没有 CIA被CIA帮他认识 没有啦 那我跟各位讲的是说 好我们一个绿卡身份一直模糊不清 甚至呢他随时都可以回到香港去 拿香港公民身份的中华民国总统 我们都忍他忍七年了 那我忍一个蔡依山加拿大籍 我想哦 听蔡依山听连胜文的人哦 不在意啦 我是这样想 其实我应该这样讲啊 就是说 呃我们并不是要去为难 宜珊啦 不要让宜珊不开心 我们也不需要让盛文不开心 其实 呃 会让 这个蔡依山觉得为难的 恐怕是连胜文自己 因为我们的国际法 以及公职人员的选拔法 只规范候选人 并没有规范候选人的配偶 对 换句话说呢 即便一周刊刊登出来 就是蔡依山仍拥有加拿大国籍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连胜文大可说 我们依法其实蔡依山拥有国籍 是啊 对啊 没事的 我也不需要放弃 但是今天掀起这个话题的会反而会让人家质疑的是 连胜文你说我们4月23号已经为请律师去提出申请 结果7个月过去了 不只是6个月 4月23 现在已经快11月下旬了 11月中旬了 对不对 没有任何进一步的动作 一周刊事实上也提出质疑 因为蔡依山目前为止 似乎她的所谓的放弃程序并没有完成 所以换句话说 今天大家质疑的是 是没有完成还是没有申请 对 就不晓得至少还没有完成 没有看到一个具体的文件 证明蔡依山真的完成放弃了 所以我倒觉得就是说 连是会让大家反而去质疑 连胜文你讲话是不是不老实的问题 也就是说你们根本没有去做放弃的动作 但是只是在现在被一周刊揭露了 这个蔡依山以及连胜文两个儿子都有加拿大籍的同时 那现在连胜文就随便就出口说说说我们就放弃了 他想说量你们你们也没资 也没能耐去查到底我也没有放弃吗 但是我们都很清楚 因为我们被马英九的绿卡案 其实我们国人教育的对每家移民法规 还蛮清楚的 都知道说今天要放弃绿卡或国籍 一定要本人去办 对而且被没收 对而且要去宣誓说我是出于自愿 主动的放弃国籍或者是永久居留权 今天在蔡依山还没有主动去加拿大的领事馆 或者是任何代表处去宣誓放弃之前 蔡依山基本上并没有达到连胜文所说的 我们已经去申请放弃 其实我觉得问题不在蔡依山身上 问题是连胜文 你有没有说老实话 对利宏其实没有所谓申请放弃这件事 只有make an appointment 就是跟他约个时间 然后本人到那边去放弃 所以我们并不了解什么叫做申请放弃 而且申请放弃的时间当达七个月 这也是大家所不能了解的事情 但是我们会继续往下追 我们稍后回来 一大清早六点半 连胜文来到淮南市场早接拜票 遇上支持者为他加油打气 说到鼓舞连胜文频频说谢谢 但脸上看得出有些疲倦 因为周刊爆料他的复选王牌 妻子蔡依山持加拿大护照 两个孩子也是双重国籍 连胜文强调蔡依山已经申请放弃加拿大籍 为了我的选举 那他也被拨要放弃 所以在4月19号 我初选过的时候 大概4月23号当天 他就决定 我请律师去处理这个问题 任胜文说 妻子蔡依山十几岁就到国外念书 才会持有加拿大护照 或许是辛腾妻子受访时 连胜文叹气又摇头 我是受选人 但是我太太却为了我必须要去放弃 她这个护照 那我觉得这个也是因为台湾现在选举的环境 我们我太太对我为我做出的牺牲 所以我心里面也是很难过 对我太太感到很抱歉 好 谢谢 谢谢 我第一题的 好 谢谢 任胜文强调自己全家现在都很低调 至于媒体拍到晚上坐车开回地保 也只是因为一品大厦的停车位不够 父母亲家的车位不够 包括我们的这个助理 还有我们所有的这些随行的人员 车子都必须回到我们原本住的地方 才有停车位 然后在那里解散 我真的没有办法一边选举一边搬家 我没有这个能力 所以我们这个还是很多东西要来来去去要拿 什么的 这个我们都是有的 曾经自己还住在一品 虽然一再曾经想要远离权柜标签 一举一动都还是被媒体紧盯 也只能一一回应 希望自己的努力能够打破刻板印象 借家国风从会原神去小组台北超不到 你觉得是因为停车位不够吗 回去停车吗 东西没有拿完也有可能啊 还是 对啊 我觉得他讲的蛮对的 就是选择这么忙 我哪有时间把所有东西搬到一品大厦 OK 还是忘了什么东西 还是可以回去拿呀 所以忘了 一品大厦 对不起 一品大厦跟这个地保之间 其实还有一段距离 蛮远的 对 那如果你车停在这个地保 那他是用什么方式回 没有没有不是 回走路 走路那一周刊的那个 那个那个 那个专案组就可以派到他走路回去啊 没错 但是也没有啊 就是说那个车进去之后就没有出来了 他们都有司机 所以在一品在地保都没有 就是你可以把所有 因为他们地保的车位很多嘛 他要自己停车吗 对所以他不用自己停车 他自己要把停车就会停好 然后再走上去嘛 他所有的东西都在瞎掰 他只是在堂赛在找借口 包括包括国籍问题 包括这个回地保 你回地保你就回地保嘛 你干嘛怕人家知道呢 因为司机会把他的车都停好啊 因为他会牵着到不老实 他不用拎 他不用拎停车问题 因为他是权贵 不要忘了 他权贵 他不用自己开车 不用自己停车的 那我要给大家看的是说 那你回去地保 那你还没回答我 我再问一次 你们连家去宁波 帮红色的林玉玲 圈的这个宁波101 赚那么多钱 那这是什么时间 这是2009年的4月 对不对 2009年4月 然后呢 回来之后的100年 你就买了地保 两户 这一户是连赞的 这一户是连芳雨的 那你告诉我 你这两户零贷款 这是连胜我在土的 爸爸买给你 一瓶多少钱 一瓶多少钱 总共付了多少钱给林玉玲 你回答我 我问了一年了 你还申请这个撤销户籍 申请这个撤销这个 加拿大国籍 骗人7个月 你这个先回答我 你的地保到底是多少钱 爸爸买给你的 请陈彦博通知他一下 弟弟我要讲 这个回地保这个事情 一瓶大厦我不晓得 我想你们应该去过 但是一瓶大厦 在我们台北市的大安区 是属于老旧建築物 你只要到那边去消费 除非你停在搜狗 问题是你没有事 停在搜狗干什么 你不消费停在搜狗干什么 搜狗一小时一百块 对啊 所以他回去的时间 其实坦白讲 那个路边 我要跟各位讲 你不要以为晚上停在台北市的巷子里面 或是在路上随便停车就没事 只要有人打1999 我马上来给你处理 对 他有司机嘛 不是啊 你不要讲那个司机不司机的问题 你在那边乱扯 另外一个就是说 他讲得很清楚嘛 他一瓶大厦 我跟你讲 他出门出去都是两三台车 那有的时候他们要去这个开会什么的 你不要讲别的啊 你看那柯文哲 他也是两三个地方是可以开会的地方啊 而且他很晃 你们当初叫林胜文搬离这个地堡 他在多久的时间你就要马上搬家 对不对 他回去他救家看可不可以呢 可不可以呢 可不可以呢 对不对 谁叫搬 他自己要搬的 你这个坦白讲 你今天有车子 你要去地堡停也可以 因为地堡有接受我们荣基 那个所谓的停车优劣奖励 所以你们也可以到地堡停车 也可以嘛 所以他今天就是不过是回到那老家 去停个车 然后在那边开会 在那边拿个东西 你们要批评把他讲的那个样子 没有批评啊 我只告诉他 你提醒他那些问题 他要不要回答 他要不要回答你是他的问题嘛 对不对 你管人家地堡买多少钱 他有没有违法就是最重要的嘛 他在台北市场我怎么可以不管 他是有没有违法才是最重要的嘛 他有没有违法 你刚才讲到说什么国籍的问题 我告诉你 民进党的人还有人当政务官都下台了 国籍都还没有放弃 要不要一一来追求 对不对 今天我们看到的是对这个蔡玉山 她是另外一个旁边 她是配偶 在法律上面 我们刚才各位来宾都讲说 这个法在上面都没有什么问题 刚才我们今天也讲说 我是个单独的一个很独立的一个女性 我为了我的小孩 她可能她觉得要把小孩送到加拿大 或是要把她留在台湾 那时候她的权利 因为她的老公的关系 因为她选台北市场 她要被迫放弃 你有没有想过人家的这个心态 好 今天为了她的老公 今天连胜文讲了说 为了她 蔡玉山为了她老公她放弃 放弃的这个过程里面 我坦白讲 有没有完全放弃 有没有依法放弃 这个因为我不知道 没有 绝对没有 我们可以检验 但是没有违法的问题 那这是成长到什么样的问题 最观感的问题 刚才蔡玉山一直在讲说 你们支持连胜文的人 你们到底觉得怎么样 你们自己好好地考虑 对啊 这个民胜文必须要灭你的问题 但是你们凭什么可以叫蔡玉山 你一定要放弃国杰 我说你刚才马出来给我看 没有人叫她放弃 她可以不要放弃 今天如果是 如果是连胜文 如果是连胜文说 那个有没有中同过期 我想在座的各位 包括我一定会说 连胜文一定要拿出来看 你一定要给我证明 但蔡玉山这个 在蔡玉山属于配偶的部分 我跟你讲 大家将心比心 她没有违法 然后她是一个很独立的女性 你们要叫她 一定要叫她拿出来 没有人叫蔡玉山 要放弃国杰 所以我要跟你讲 连胜文自己规则 连胜文是观感的问题 连胜文必须要面对这样的问题 因为这个可能会影响她的选举 所以连胜文对 你讲的对 是连胜文叫蔡玉山 是放弃 好放弃国籍的 没有任何一个人 叫蔡玉山放弃国籍 直到今天一周刊出来之前 我们没有人知道说 她有这个加拿大的国籍在啊 所以今天是因为连胜文 她要选台北市市长 她才叫蔡玉山放弃的啊 对不对 我觉得好 你弄错了 蔡玉山对不对 蔡玉山文 你就当然承认蔡玉山跟小孩 都是加拿大国籍 连胜文很委屈啊 她有违法吗 她有违法吗 没有违法 没什么 我们都没有人讲她违法 我觉得会有影响 连胜文很委屈 蔡玉山也很委屈 连胜也很委屈 连胜也很委屈 既然连家都这么委屈的话 她干嘛出来选台北市市长 你们民进党的政务官 他们有自己委屈啊 拿这个樱花卡 拿别的卡丁 还是让他这样子 帮问他们 你有没有像比黎星那样 叫他们那个 没有人家连胜文出来选市长 你们这两套标准 你们两位都要选举啦 对啊 比黎就是自己的形象啦 没有错啊 我为我的立场辩护将不对吗 是 没有啊 我觉得最主要是 连胜文他选这个台北市市长 是自己要选的 他们家自己的家务事情 他叫这个蔡玉山放弃国籍 也是他的事情 我觉得这都无所谓 蔡玉山他也可以说 我不用放弃国籍 那也可以 可是今天就是要讲清楚 说明白嘛 今天不要说 他出来今天讲的 律师讲的 跟刚刚这个理事长讲的这个东西 程序不一样嘛 那我们就会怀疑了 如果今天放弃加拿大国籍 并不是这么的困难 那到底蔡玉山有没有真的本能去申请放弃 这我们会质疑嘛 这我们会质疑这一点 那第二点 其实蔡玉山有没有这一个双重国籍 或是现在还有没有加拿大国籍 其实对于整个选战来讲 他没有违法 就像你讲的 是观感的问题 观感问题我们就要去质疑说 那既然你都已经讲了说 弄了半年的时间都还没弄出来 那到底中间的问题在哪里 到底为什么这半年的时间会弄不出来 所以我们大家会质疑的第一点是在这里 我想我们只是帮助观众去厘清很多的疑点 就像刚才说这个把车停回地保 其实以联盛闻情况来讲 他叫司机把他停回去就好了 他干嘛叫自己把他开回去地保 那这个东西我想大家的感觉就是说 这中间有很多的疑点嘛 说法很好笑 这其实是什么疑点啊 说法很好笑嘛 这不是什么疑点的问题 其实蔡一山的那个国籍 他其实没有法律问题 没有法律问题 简单讲 在外界不知道情况 他做了这件事情 不管是他为了联盛闻牺牲 还是联盛闻要他做这件事情 你既然做了 那对选民来讲就叫诚信 诚信什么诚信呢 就是说你要放弃 那现在为什么诚信 因为经过六个月 为什么会放弃不掉 还在那个办理程序中 我就尊重连家的说法 盖家律师的说法 大家记不记得五月二期 颜色闻带蔡一山去一趟东京 那个考察之旅 东京总有加拿大领事馆吧 那个时候应该是一个适当的时间 可以到那边签个字 也许他有税务相关的问题 所以需要比较长的时间 但你只要证明一件事情 就是蔡一山小姐 有到了哪一个加拿大的外管 去做了一个签字的动作 好东豪有一个问题 你要放弃你的国籍 跟你有没有税务的问题 没有关系 你放弃完了以后 你有税务的问题 他们会来找你 你不用去找他 对 但是他也许 也许他过去的报税记录里面 也许他比较复杂 所以他当场就要 需要比较长时间 这是一个可能 对哦 可是连生文的问题呢 他出来诚信这两个字 就好像说你在潮雨前你离开 你今天把车子开回去到地堡 这就是一个 让我们要觉得你诚信的事情 比如说我们讲的最简单 一炳大厦那边可能不好停车 可是有一个地方 他一定可以停得到 距离请大家大概十公尺的地方 复兴小学 复兴小学下面就有停车场 他的好朋友的妈妈 还在复兴小学当董事长 那个地方停车不是问题 那为什么要停到那个地方去 那除非说他那天决定 要回地堡休息才会 就是回地堡休息开会 甚至是因为没有诚信 也没问 他也是这样讲 连生文也这样讲 但是这里面的设计他说 一个信任一个诚信 对 就像说连生文其实还可以做一件事情 对 不要到时候大家会追问 对 高中期发生绝了两百万 秀一下 秀一下 为什么 连家我觉得最麻烦的一件事情 就是连家的诚信这件事情来讲 在这几个月之内 不断的被大家质疑 从他爸爸的那个捐款 到他 所以你注意看说 蔡医生绝对没有违法法律问题 没有 当你主动做 那你就要告诉大家 我是可以被信任的 所以他其实也不是道德问题 在选举的时候 这一切都叫两个字 诚信 其实不复杂 很简单 拿出来就结束了 我想大家在乎的不是 你停车停到哪里 或者是说你到底 不违法的情况下 你家要怎么样去移民 但是我想重要的是 你前后的说辞 大家可不可以接受 我们稍微回来 我这段看 我这段看 我下语 画作 让别人画作权贵 你看看这段 一天吃两个字而已 睡差不多7点钟而已 不过说别人家 想要画这样 我下语 很不甘愿的 一天吃两个字 一天吃两个字 然后 那 这样就应该被称为 是不是权贵 也许我们有没有听得清楚 各位观众朋友 我们再听一次 我这段看 我下语 画作 让别人画作权贵 你看看这段看 一天吃两个字而已 睡差不多7点钟而已 不过说别人家 想要画这样 我下语 很不甘愿的 我下语 很不甘愿的 导播我们可不可以再听一次 因为很重要 所以我们要进来 哈哈哈哈 我这段看 我下语 画作 让别人画作权贵 你看看这块 一天吃两个字而已 睡差不多7点钟而已 不过说别人家 我下语 我下语很不甘愿的 我下语 我觉得那真的很像阿诗 因为我妈讲说 这种真正有好惊人的阿诗 然后呢 完全不知民间疾苦的说报 我觉得 我觉得蛮好笑的 对吃两餐 蛮好的 他的生活也没有跟什么两样 另外我会觉得说 你在已经到民主这样的时代了 你说他是权贵 权贵 蒋经国时代才有权贵 民主时代哪有叫什么权贵 有钱人就叫权贵吗 对不对 那你要这样讲的话 我讲一个 那我讲蔡英文算不算权贵 他拼什么开这个 拼什么住权明山的房子 算啊算啊 算不算权贵呢 对不对 那你谢常提的儿子 他算不算权贵 他也是自己很努力的在选举 他只因为顶了他 谢常提的公安 这也叫权贵吗 我跟你讲 那他爸爸当行政院长 那算不算是权贵 所以我绝对要讲 今天大家检验一个人 你要看他自己的能力够不够 年生人如果能力不够 你就不要选他 对不对 那你要这样讲 我们把柯文哲的财产公报 我们全部来看 我们要不吃不喝才能赚到他的存款 对不对 所以连赵根本不晓得自己 为什么被人家叫做权贵 他才会说一天睡七个小时吃两餐 不知道说人家为什么叫他权贵 人家就是说你两代公务员 为什么可以累积这么多的财产 这才叫做权贵 权贵是什么意思 我们来说文解字一下 权贵权贵因权而贵 问题出在这里 不是在于你出生好 或者是你以用功努力 不是用财产 刚刚那个厂子 其实后来两分钟之后 柯文哲到达现场 然后大家就问到他这个问题 柯文哲的回答就是说 我好像平常也没有睡超过七个小时 然后他说他其实有点听不懂 就是吃几餐 跟睡几小时 跟权贵有什么关系 跟委员呢 我最近这几天 就看了马英九总统和连爷爷 我就觉得 我们真的是 真的抵不上他们了 当马英九总统说 支持我的人 请你们投给连盛文 哎呦 哎呦 九点几趴怎么办 你们支持我的人 那不要 就是说不支持我的人 都不要投给他 基本盘嘛 基本盘 而且他还跑到桃园去说 桃园投自强 市政一定强 谁是自强啊 这个 他跑去桃园 方智阳 方智阳 站牌 讲成胡志强 我刚才讲这个 马总统这段就是说 他真的还不了解 因为我们一直会以为说 不会吧 你怎么会这样讲 可是他讲的真的正正有识 他认为 对啊 我现在还是万人迷啊 我还是很棒的啊 如果有人说不好 那就是蔡玉珍啊 刘文雄啊 王智 王杰明啊 就是你们说 其他人都说很好啊 当炎爷爷说这个话的时候 还有他昨天是在全国 这个不动产什么什么 立正式 开发开发 另外他也在公教人员前面站了 当他站在公教人员前面的时候 那天去其实人不多了 那些人顶多领了八万块 六万块 可是人家就会想说 哎呦喂 我的老爸来的时候是两手空空 可能是将官 可能是高级公务员 来的时候两手空空啊 哎 可是这个廉政东来的时候 也是两手空空啊 为什么今天他的儿子 当过副总统 他的孙子都要选 选这个台北市市长 而且财产多的不知相话 你怎么去对底下公务人员说 我们要团结啊 为中华民国啊 哎对不起 这是哪个中华民国啊 对不对 黄明将的张炳坤 当时是借急用人的这个执行长 2000年我们选举的时候 宋仙一直提两个要和平交流 张炳坤还在骂 说怎么可以交流 就是要借急用人 结果 2008年 当了五年的这个所谓的 海基因会董事长 哎呦 可以住在那个 泥水路 360平的房子 博物馆啊 博物馆 还是叫美术馆 你要找检举 我会被告啊 你看 底下公务员怎么看他们 你知道刚才讲说这个两顿饭 这个逻辑啊 所以我不称赞 我看柯文哲 因为未必支持他嘛 但是 那个逻辑 叫我怎么去了解 我说 我们所有人听到那一段啊 就跟听到马英九讲说 支持我的人都投给 袁盛文 会大笑三声 我回头来讲啊 刚才讲 大家谈得很激烈 燕博都要发脾气 没有没有没有 很快乐很快乐 这年轻帅帅哥怎么会突然生气 不会不会 没有生气 没有燕博的生气有机可循啊 我补充一下 莲家是不是权贵 你不要替我解读好不好 你自己讲你自己就好 我帮你解读 不要替我解读 我很快乐 我上次的节目非常非常开心 那个莲家 农地变建地 当时批评莲家农地变建地的人叫谁 市议员中小平 就是新党的 不必 他是国民党的好不好 你不要把一下乱七八糟 我什么事情 全部都过来我们新党好不好 当时 他是国民党的非常优秀的市议员 你不要抓到我们新党来 他是新党台北市议员的时候 他当时是新党台北市议员 批评说 莲家农地变建地 后面下一位也一样 莲振东遗产税 直角六万元 怎么可以 痛批这件事情的人是谁 也是新党的立委 叫做谢其大 所以呢我跟你说 他现在是无党籍 我说当时嘛 我说当时嘛 我拿的是当时联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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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都已经离开了 这个位置都要换脑袋 离开了 最后我们最痛苦 2000年的时候 如果你在找新闻 我也是参加这个行列的 我会骂在拼 我们早上起床就想 今天要骂陈水扁 骂连战 就每次都选连战 因为他的问题最多 可是到2003年 2月14号 我们每次都记这个日子 因为那天七年节 结果我们连送就抱在一起 是有一位 有一位立委 个子很高的 我就不讲名字了 非常高的 他说文雄 那怎么办 以后我们见到连战怎么办 我说很简单 就戴个面具 怎么办 休语见他 因为我骂你先跟你合在一起 好 那我现在讲国籍的问题 我觉得罪不及其辱 第二个 有ID卡 有枫叶卡 有什么卡 有罪嘛 无罪 但态度很重要 什么叫态度 你承不承认 就像你刚刚一直骂那位立委 因为什么 你有美国籍 没有罪 但是你不诚实就有罪 马英九你欺骗了蒋经国先生 你回台湾你居然还有绿卡 那为什么会突然找不到呢 我相信 我认为 有一个带问号的 美国CIA一定帮他敲掉了 当然是这样 不然怎么 美国是很清楚的 有就有没有就没有 但是如果你是 是要被保护的人 包括像这位 这位不是他在危机解密 也许说他应该被保护的 这种人都是有点尿别的那种危险 好 那我们这样讲 你不诚实就有问题 今天我跟你讲 蔡一参有封业卡又有什么 他有身份又有什么 但是如果 通过这个律师 通过这样媒体报道出来说 他可能根本就做假的话 那这就糟糕了 这就糟糕 所以我必须讲 包括我自己家人也有人有绿卡 有罪吗 没有罪啊 但是你不承认 或者你欺骗 这才有问题 所以包括马总统 我们都没有去问你 周美青到底有没有两个国籍 可是很悲哀的 中华民国总统 他家活着的人 除了他以外都是外国人 这怎么办 如果台北市市长 他家的人 除了他长辈不说 他活着的人 他的国籍才复杂 他又绿卡又香港公民 他是任何时可以成为香港公民 这是全世界 中华民国台湾的总统 和可能的台北市市长 有这个问题 这是笑话 其实我听了连战的话 我蛮欣慰的人 因为我一天也吃两餐 没有变 我一天也吃两餐 而且我 我还睡不到七个小时 所以你权贵 对 更权贵 对 说实在 他跟我一样要呼吸 跟我一样要吃喝拉撒睡 好 但是呢 为什么有些人被视为权贵 我们却是一般人 很简单 是他 在掌权的时候 或者是在他 具有领导地位的时候 他有没有用他的权力去赚钱 同样的 在有没有人用钱 再去掌握权力 是这样子 钱跟权 金钱跟权力慢慢结合 而且结合出一大票的这种 所谓的政商集团 载质一般百姓 这才是我们关切的 今天连战父子之所以 会 他们现在出来选举 他家的钱财 以及他们的权贵问题 为什么始终是 大家质疑的焦点 2000年连战出来选总统 2004年连战出来选总统 财产问题跟权贵问题 始终是他抛不掉的噩梦 结果想不到现在 连公子出来 一样 为什么 就是因为他们家过去的 整个前权相生的过程 以及他们这些年 尤其从2005年以来 这个结合的 因为变成了中共中央总书记 在台第一有人的这样一个身份 他所结合一大票的红顶商人 这一层关系 才是重点嘛 所以今天你可以看 连战先生连夜夜爱子心切 他好几天真情流露 对 你知道吗 真情流露 你又说不敢闻啊 这怎么用不敢这样 你知道吗 因为他不懂 他不懂 或是他不了解 大家在 为什么对连圣文有这么多的意见 这就是连家父子 他们所代表的意象 这个意象 不是只是连家父子而已 不是连夜夜跟连公子而已 而是这个意象 后面的权跟权的这样的结合的 这样的集团关系 是 我回应一下 内宏所说的 其实我觉得连夜夜的这一番 谈话内容 其实在权贵论上 没有办法说服我 但是我的确相信 他跟一般人 有一样事情是一样 就是他的父爱 我们稍后回来 好 现在是选战最后的关头 但是连圣文 他的民调呢 却始终没有办法拉抬 我们也看到这个连战的 户子兴起 在这个时候呢 他们要把这个选战 整个推向蓝绿对决的状况 在这个时候 也有一些挺蓝的民众出来说 其实连家的确 对台湾有些贡献 我们也看到蓝营的官员 站出来说 哦 叶匡时表示 健保卡 悠游卡 其实都是连战父子 所为台湾做出的贡献 我们来看看他在站台的时候怎么说 他在11号晚上 在信义区造势晚会的时候 推崇台湾有两张令人骄傲的卡片 就是健保卡跟悠游卡 就是在连战 跟连圣文父子身上完成的 他推崇连战 一个对我们国家 这么有贡献的长者 他的儿子要出来贡献给大家 却被抹黑 说成权贵子弟 不给他公平竞选的机会 这公平吗 不过在这里 他多讲了一句话是 两岸和平的稳定基础 也是在连战2005年破冰之旅 所奠定的基础 好来 这个杰明怎么看 当然我们刚才还是要回应 前面所谈的几个重点 第一件事情 其实这个选举 他已经不单纯只是说 蓝绿的对决 他其实某种程度是年轻人自觉 我们在之前有八个字 在讲这个时代 叫做世代不公 相对剥夺 就是年轻人 他其实工作越来越多的时候 发现到他的脚 健保费是越缴越多 可是问题是 他可以将来 或者他的劳保费是 越缴越多 可是我们说的就是 他所付给政府的钱是越多 可是他将来可能拿到的东西 是没有 特别是劳保 这个劳保退休金可能 在未来这30岁的年代里面 是已经破产了一个状况 但是政府到目前为止 还不愿意拿出这样的一个对策 使年轻人说 怎么会是这样子呢 其实我必须要说明一件事 当然等我再仔细回应这部分 其实连战真的搞错方向了 如果我们时光倒回到3月以前 当时连圣文还得了 那时候民调是 几乎是痛载民进党 大载这个柯文哲 那时候最高比例 要我还记得 有50比到28 我说50到50 50是连圣文 28是柯文哲 那么也就是说 当时也没有人会讲 连圣文什么权贵 也没有提这个事情 只说他真的替年轻人在讲 说不要做乞丐王朝的 乞丐王 不要做大明王朝 那时候觉得连圣文是一个 的确很体恤老百姓的时候 那时候其实民党还在担心说 到底怎么推这个人选 跟连圣文对党 还记不记得那个时刻 为什么突然间逆转成 一句话就是 他背了一个权贵的壳 错了根本跟权贵的关系都没有 今天你还在讲说 什么优优卡的事情是 连圣文做的 那你不是在让人家觉得 你又在撒谎了 连圣文不是优优卡的创始者 甚至他的小额付款 也不是连圣文创造 是丁手中在立法院 通过了小额付款的法案 才使得他能够去推广优优卡 但是不要忘记 优优卡本身有许多是银行投资的 很多股东是银行 所以银行当然也乐意 推广优优卡 小额支付 对于银行的获利也是很棒 因为你得到的钱 还是存到银行 所以我们今天逻辑上面 如果一开始你的策略是错的 再推到蓝绿对决的时候 就会离年轻人越来越 所以当你在说你睡7个小时 吃两顿饭的时候 年轻人说我爆肝呢 我爆肝呢 我现在可能工作晚上到9点10点 我还领不到什么 这个所谓的加班费 你可以轻轻时候吹7个小时 吃两顿饭 那两顿饭钱还怎么付的 我们现在连一顿饭一天超过200块 我们都显得可能捉襟见肘 所以其实这个选战最大的错误事情 是连胜文背离了这个年轻时代 好我们稍后回来 今天有一个大新闻 我们在线上的是 杨秋心精神总部的律师团的召集人 红条跟红律师 因为他发难了 他开炮说要马英九辞党主席辞总统 那他也说了其他一些有关于马英九 在这次选行当中造成国民党选起来 非常辛苦非常不利的一些原因 红律师你在线上吗 是 好你说要马总统辞去党主席辞去总统 是 为什么 因为整个选情现在所有的不利的因素 其实都归咎于马英九 情形就像当初陈水扁快下台之前 整个民进党的选情 几乎都归咎于陈水扁 这个其实历史是重演的 那么当初民进党会败的那么惨 败给 谢长廷败给马英九 两百二十五万多票 其中是惨败 那你马英九不继续 你利盈当初的那个教训 你占了便宜是因为利盈的崩溃 那历史是不断的重演 那今天演到你马英九身上 你马英九可以不顾这个 陈水扁当初前车之箭 他自己毁了自己 还让民进党一起陪葬 那其实是如出一策 那不是这样吗 如果你马英九 祭起教训 那么像当初陈水扁 他曾经一年多 剩下一年多 大家民进党也逼他要辞职 他后来不记得吗 李秀年都准备要继任大位 还回家去看风水 那后来又不了了之 他结果多干了一年多 把自己也毁了 把党也毁了 那现在马英九这个情势是一样的 他现在一年多了 反正总统干六年多了 不差那个一年多 你现在把他搞成这样天怒人怨 尤其蓝莹本身的 根本就是为了他 现在大家几乎都均心患散 不可能再含泪去投票 如果马英九在的时候 你发表这番谈话之前 你有跟杨秋心商量过吗 没有没有没有 这完全是我个人的做法 就像当初我去告陈渠 废尺植物 量臣灾害 也是我个人独行的 你有感觉到杨秋心在高雄就拍算 那原因是因为马英九吗 那当然有关系啊 因为以杨秋心的情势啊 回溯到南绿之间 在高雄市啊 其实以前都是要过半不过半 你记得吧 以前那个吴敦毅跟 谢唐廷 就为了那个 录音贷 结果输了好像两千 两千多少票 两千多票 五千四五千票 我忘了 那后来 到了陈菊跟黄俊英 就为了那个走路工 本来该赢这个 就输了一千多票 不是这样吗 如果以这样论的话 就以这一届 杨秋心 黄昭顺 陈菊他们三个竞选 那蓝营这边算是分裂嘛 分裂两个加起来 也才输陈菊八万多票 那那个情绪之下 因为蓝营这边认为说 你们两个分裂啊 怎么选也选不上啦 所以很多人认为 非常的悲观嘛 怎么选也选不上嘛 所以大家 投票的意愿也降低嘛 但是这一次两个一合啊 投票的意愿应该会比较高 而且 以陈菊最近的施政 的败相 你看看 气暴的处理的无能啊 让那么多人去冤枉送死 还有登革日一直一直无限上纲的增加 还有失业率的冲高 还有 经济的萧条 高雄港的没落 市府的负债越来越高 以他这些施政的落败啊 那这个状况之下 没有办法翻转四万多票嘛 只要翻转四万多票 杨秋迅就当选了 嗯 我另外请教你啊 你也曾经提出马英九 马总统的六大罪状 对 是这样吗 是的 那愿闻其详 六 六个大罪状啊 嗯 好 第一个啊 就是他在 嗯 在 我看哈 要找一下是吧 嗯 好 那 现场来宾 洪律师我可不可以先问一下 你这个事情 不怕对这个杨秋心 根本就是落井下石 你说杨秋心本身 本来就已经 机会很渺茫了 你这么一出手的话 大家会说 不然你是来亂的 因为呢 这个马英九 还有国民党 其实还很多人 还蛮用力下去辅选 你这么一说 连辅选的人 恐怕都没有了 请教一下洪律师 那杨秋心 现在有支持你的论点吗 要求马英九要下台吗 我没有 我没有跟他联系这个事 那 杨秋心应该知道这件事情了 我不知道 因为我都没有跟他讲这个事 也许他看报 那你会跟他建议吗 你会跟他建议吗 建议什么 建议这个马英九要下台 要辞职 当主席 没有没有 我没有跟他谈这个 那你也不会建议他 建议他 你会不会建议他 建议他叫马英九下台 对啊 我不可能做这样的建议 因为我没有参加他们的辅选 我是以一个 我的律师的立场 来看这个选局 好 刚才我问你那个问题 就是六大罪状 你找到 第一个就是 第一个就是 第一个就是在2008年 国民党的立委席次超过七成 结果 在立法院 让王金平在那边当院长 这么压倒性的多数啊 把立法院的意识啊 搞得一塌糊涂啊 经常在那边打斗 杯葛啊 无法以压倒性的四分之三的多数 来通过所有的这些政策 第一点是马英九 错用了王金平 领导的一个无能的立法院 我这样下标题对吗 可以说 好谢谢 第二个呢 第二个就是 他在 第二次的2012年的立委改选 那时候 人民就已经不耐了 所以我上一次给你七成的选票 你从搞得这么软弱 所以就教训了马英九 就只剩下六十四席 六十四席的勉强的过半 就喘不忍睹 所以第二个就是 立愿 等于是该胜而未胜 造成了国会的 对啊 我现在讲第二点 他的罪过就是 既然你认为在这个 这么的人民给你教训以后 你剩下勉强多数了 那么在这个当中 你以前在党主席选举的时候 你又说是王金平是黑金 他在立法院的领导 又无能软弱 到两届的不分区立委 也认满了 那一立而退嘛 他又破坏党内的游戏规则 又破例要王金平去 这么软弱的人 再来主持这个立法院 那你到底你是 不但破坏党内的规矩 而且也违反你一向对王金平不满的 说他在党主席选举他是黑金 那你怎么明知不可为 又让王金平去出任院长呢 第三点 你既然莫名其妙的 不顾人民的观感 你又倚重王金平 那么你为什么又为了这个 台湾的这个不良的风气的官说 大动肝火去掩承司法的风暴 然后还主动去提告 然后又在那一群律师团的收主意之下 说要上诉到底 那你这个根本就没有政治考量嘛 法律的速度进行很慢嘛 这是一种法匠的思想啊 前三点都是马王的恩怨 第四点呢 第四点 洪仲丘的命案啊 竟然在毫无配套 毫无时间的这个改变 缓冲之下 引发了民怨 莫名其妙就把军法整个废掉了 军法是一个维系军队作战的 命脉啊 这几十年来 都是靠军法在维系 所以不该废军法 却废了军法 对啊你要废 不能这么匆忙嘛 要有配套嘛 说废就废 那你总统怎么会冲动到这样呢 总统太冲动 就冲动了嘛 第五点 军工教的 退休的未问金 年终的未问金 这个是早年政府跟退休人员 定立的一个契约啊 这个应该要信守啊 好 陈水扁八年都不敢废了 那轮到你废 所以片面毁约 伤了军工教 对 第六点 这个就是表示说你根本就 就是做事也没有考量嘛 你要废也可以 要逐步废 慢慢废 怎么当年预算都编好了 说废就废 那你做事情从来没有这么干净俐落啊 怎么这一件这么干净俐落呢 那表示他也是 根本是 他的作为 这个思考的模式啊 也是冲动啊 好第六点 第二点是太阳花的学运啊 嗯 这个夹杂学生反服貌 还有民进党反反对党的反服貌 又反中啊 结果立法院被占领二十四天 让全世界看尽笑话 那你束手无策 那你这么软弱 无能 竟然还敢在国庆的这个发言中 对中共指指点点 说什么 要要民主 那你台湾自己千疮百孔 立法院这种乱象 那还去支持说 香港占中 是一个民主的行为 结果又在那边煽风点火 点 触怒了中共 等于捅了他的那个 马蜂窝嘛 好洪律师这样子 你发言这些言论 你会不会担心 到头来马主席的党的资源 不会吓到杨秋心的这个身上 现在没有这个顾虑啦 因为 现在很不公平的选战 就是所有民进党的候选人 都对马英九一个人在万箭 在穿射 你也是啊 你也是啊 对 所以说你马英九退了 那个箭啊 就面对这些候选人的选战 那现在都为马英九当箭法 像草船借箭一样 他通通都射到马英九 那这些人还选什么 好 可是他借箭不是很好 把箭都借走了 这样就不会 借走射死马英九 大家跟着倒啊 OK 好 谢谢你啊 黄律师 刚刚听到了杨秋心竞选总部的 红条跟律师 列出了马总统的六大罪状 他认为呢 只要马总统辞去总统职位 而且辞去国民党党主席的职位 哇 那么年底的选情 就会直接翻盘了 但对总统来讲 这个低迷选情 很多都不是他所造成的 像是他在昨天出席了 这个工业节的庆祝会的时候 他就谈到 中韩所签订的FTA 直接冲击到台湾 都是反对党的错 但是距离像韩国这样的国家 已经超过40% 甚至于快加进60% 我们是可以说是称呼其后 遥遥的落后 因此我们要赶快 能够急起直追 不但是要跟像这个 大陆这种主要贸易的对手 还要跟其他东协欧盟都要签 可是当我们去年6月21号 跟大陆签了服务贸易协议之后 7月送到立法院 到现在呢 一年四个月都没有开始审查 这就是我们最大的一个困境 今年3月的这个学运呢 把立法院瘫痪了24天 那学运所提出来的诉求 其实政府都在照办 监督条例实际上 学运还没有结束 学运是4月10号结束 我们4月3号就送到立法院去了 换句话说 这个政府是一个非常有反应的政府 觉得这个该做我们就做 因为我们早就有这个准备 要完善这个监督的机制 可是送到立法院到现在都没有动 但是每一次要提案呢 立法院就会被反对党 这个霸占主席台 从3月开始一共霸占了23次 23次 如果连同最近跟上一个会期的 一共已经超过92次 这一来的话呢 不是说我们没有送到立法院 或者我们不愿意做这个调整 我们都愿意 我们该做都做了 可是在立法院就是不动 那么这个最大的问题就是 使得我们眼看着我们的对手 一步一步的向前迈进 我们一步一步的这个原地踏步 好 不管这个马总统 再怎么样解释 但是我们看到最新出来的这个新新闻 那么就直指的这个中国 也加入了分析 这次的台北市长的选战 连胜文基本盘崩盘的原因 是因为蓝营的人 根本就是希望借着连胜文的落选 把马英九拉下台 哇 真的是这样吗 那么讲 大家一直觉得很奇怪 连胜文落选 然后跟马英九拉下来 怎么会变成蓝营的一个共识 或者中国方面在观察这场 我们台湾这场选举里面 得出来的一个 推出来的一个论点 那么讲 我给大家看一张照片 这张照片里面有几个人 从旁边 从那个吴敦义副总统 我们讲 如果 连胜文输掉 台中胡思想输掉 在国民党内 一定会掀起一股清算 归咎责任的问题 对 虽然马英九总统 他修改了国民党党章 理所当然 这件党主席 就是说外面的压力一定非常大 嗯 所以马英九总统就 可能被迫 辞去党主席 嗯 刚才红条跟后律师讲了一个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 当马英九成为拖累整个 国民党的包袱的时候 就要甩掉包袱 其实重点在这件事情 那只有败选 你才可以归咎这个责任 所以很吊诡的是 如果台中跟台北都守住了 那就证明马英九总统是对的 所以就没有这个 这个退位的问题 嗯 那可是问题是说 在国民党 这些人的心目中 尤其在各地诸侯里面 他感受不到慎选的希望 嗯 我们回首 2010年的时候 四年前那场选举 那个时候 国民党这种氛围 没有那么严重 嗯 所以这里面就非常有趣 那如果 我们把这场选举 视为国民党内部的灾难的话 你就去想 谁会是这场灾难的倖存者 对 马英总统如果被逼 被逼的要退位 退掉他的总统 退掉他的党主席 这两个 或者其中只是一个 党主席 连胜文 代表连家 四大家族里面的连家 他第一个 就被牺牲掉了 因为他败选 嗯哼 吴敦一副总统就留下来了 嗯哼 他是倖存者 过来呢 王金平院长也是一个倖存者 嗯 他会变成国民党内部一个非常重要的实力派 再过来 任其即将见满的郝龙斌 郝市长 也会成为一个国民党内部重要力量 还有一个 是在这张照片里面没有的 朱立伦 嗯 我们讲啊 在整个这个程度里面在讲的是什么 中方在观察什么 就是国民党内部的矛盾 他们一种既联合又斗争的一个关系 联盛文如果当选 国民党后来出现也有说法 联加的当选之后 国民党将冗战在联加16年的影响 嗯 两任八年的台北市市长的影响 奠地联加第一家族的地位 再过来联盛文进而进攻这个总统大位 嗯 所以前后加起来16年 会确立国民党第一家族 嗯 那这个东西如果 如果 以国民党内部 大家最看好的是朱立伦 选总统 能不能容许 两个中心 两个太阳的问题 嗯 这个矛盾过去在民党发生过 在现在的国民党 也可能发生 嗯 那国民党比较悲哀的是什么 他到底要怎么办 他对马英九总统 他到底该怎么办 国民党无所适从 因为你想想看 如果 这个马总统真的辞掉党主席 嗯 谁接党主席 会是朱立伦吗 会是吴志阳吗 看起来都不容易 反而是 吴敦应副总统很有可能 嗯 而且吴敦应副总统 还被马英九总统 任命为国民党第一副主席 嗯 好这这下子整个局就很乱 乱在哪里 这是如果吴敦应接着党主席 这是会是朱立伦 或其他家族愿意看到的吗 嗯 所以国民党的痛苦在哪里 嗯 想要丢掉马英九 嗯 真的要丢的时候 又要担心对手获利 可是不丢掉马英九 他们的选举又很痛苦 嗯 连胜文其实是活生的例子 嗯 连胜文在这场选举里面 他到底是 是要 这个肯定马英九的政绩 还是要否定马英九的政绩 作为一个执政党 他是不能 他不应该是一个 对既有政权的一个改革者 嗯 可是呢 马英九所有的政绩都告诉你 你必须要改革 嗯 所以连胜文的 这个处境啊 他是左字右字 嗯 所以你从这个 这个角度你在看中方在 中国大会在观察我们 台湾选举的时候 他的看法 因为不是马上事关自己 所以他看得很清楚 国民党 为什么落到今天这个地步 他的矛盾是在哪里 嗯 所以这样听起来有点全谋 我一定要问这个 申蓝的这个思维 蓝营的代表 这个燕博 嗯 这样听起来就是说 让这个连胜文下来 那一方面是一石二鸟 让国民党排队那些贵公子呢 可以一下拉下两个人 一个马英九 一个连家 是这样吗 所以来看的话 我必须要讲 郝龙斌这个 他的处境是 所有的人更困难的 郝龙斌台北市长卸任了以后 他可以往上爬 可是他这次要担负 所有我们台北市长的选举 所以这个台北市长选举 选的好或不好 影响郝龙斌 会不会往上爬的 是个很重要的关键 所以我想这个 所谓的几大家族 或者说几个重要的政治人物来讲的话 郝龙斌到现在目前为止 就我的感觉 他是非常的这个紧张的 那另外一个 我们刚才有讲到说 这个连胜文跟马英九 到底是要处于在什么样的关系 我们刚才跑基层 虽然我是深蓝的 我所接触到的选民 大部分都是深蓝的比较多 还有浅蓝的部分 绿军的因为说 你也不会支持我嘛 所以很多的时间 我比较不容易接触得到 但是所谓蓝色的选民 对这个连胜文 有如同大家 刚才我们的这几位来宾 那样批评的那样的 看这个一无是处吗 其实并不是这个样子 除非他的那个 他的竞争对手的支持者 真的是把连胜文 骂得一文不值 可是蓝色的选民 对这个连胜文 这个部分来讲的话 他的批评 大家就是想说 哇他家怎么这么有钱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我再问他说 那你为什么这次 不大想支持连胜文呢 或者说你不大想出来投票呢 他们的理由 几乎千篇一律 都是马英九 那吉森蓝的 当然是就是9% 或是说10 这个马英九的支持还是有 但是呢对连胜文来讲 这次选民选举很大的部分 他必须要背起 所谓的马英九的包袱 马英九的包袱有两种 第一种是什么 第一种他在台北市的包袱 比如说我们猫懒 猫懒懒到现在 我们没办法赚钱 是因为在这个 马市长的时代 他把他定位为交通工具 他不是个观光设施 所以我们没办法 几乎没办法调他的这个票价 另外一个对大家 最诟病的是美和市的问题 美和市都是在 马总统那个时候 跟人家切的这些东西来讲 到现在这些东西 还是算在郝龙斌头上 将来也会算在连胜文的头上 那这个大家 另外一个就是大家讲 他这几年我们台北 不是台北 我们台湾的整个经济状况 还有社会 还有整个政治的环境 并不像过去一样 那样的美好 所以这些所谓的 这个执政的这些成绩单 执政的这些负单 执政的这些所谓的负面的影响 通通是算在连胜文的头上 为什么要算在连胜文的头上 因为他是代表国民党 台北市的 国民党的台北市长的参选人 他要来参选 那你选民的这种 感情的宜架上面来讲的话 其实往往都是针对 你国民党也没办法 你国民党带给我 你不是这个样子 然后都算在你的头上 因为今天选举 为什么会有同样的情况 你要看整个状况 你要看整个状况 选民的结构是不太一样 你不能这样子 怎么乱猜疑 说你把桃园跟台北市 整个都会行 跟所谓的另外一种 另外一种都市的形态 是不太一样 选民结构也不太一样 你不能这样比较 今天如果是 朱立伦到台北市来选举的话 他同样也必须到 面临到这样的问题 朱立伦是另外一种 朱立伦如果在台北的话 好选很多 他是另外一种尴尬的想法 而且丁守东都比 连胜文好选很多 你不要似后号马后炮 朱立伦他也很尴尬 连胜文这种民调 你随便找个人 都觉得一定比连胜文强 不是这个样子 不是这个样子 蓝色的选民 有一大部分 当然对马英九 对这个 这个马的执政团队有意见 可是呢 还有一大部分的原因 大概40岁以下的人都说 连胜文真的倒不下去 那所以这是根本 也就是说 这样一句话自己都讲了 产品本身代表了一个 非常严重的因素 所以我觉得说 所以我刚才讲的话 那是国民党内部的一个矛盾 我刚才跟你讲的话 你不是什么 我告诉你说 你现在都 你们都是看报纸来看到的嘛 对不对 然后听到别人讲 我只有我是跑记者 直接面对选民 面对选民 所听到的声音是这样 我都问他说 奇怪 你应该是百分之百 是要支持蓝音的 支持要蓝音 支持这个所谓的这个 连胜文的 那为什么你会不想投票 为什么你会不想 要支持连胜文 我来追跟就连 说 讲到最后又讲到 牵得到马英九 到这边来 你知道吗 所以我要跟你讲 整个选举来看的话 大环境来讲的话 为什么连胜文打不起来 的原因 确实很多 那你刚才讲到 放个马后炮说 哎呀 这个连胜文 这个来选举 你干脆叫陈彦博出来选举 那你还会赢 对不对 以蓝绿的结构来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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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市来讲的话 国民党是没有输掉的理由 除非是分裂 但是我们一直在 规究的语言说 为什么蓝大鱼绿的这个区块 为什么连胜文 还打到这么辛苦 其实有很多的理由 所以是连胜文本身的问题 比较大 还是马英九的问题比较大 也是一样 是国民党的议员 陈彦在这边有谈到 我这是国民党 对 国民党的议员 同样一个国民党议员 他说法 他的说法是很单纯 就民调角度来看 支持整体蓝营的议员的比例 高于连胜文支持度 这是一个摆明式 如果一样都有马英九阴影的话 那很明显的看出来 的确这个落差 是连胜文个人的因子 对啊 那另外有一个 又有一个议员 也是国民党议员 他这么说 以前你看 假设在马英九 最顶盛的时候 只要任何候选人旁边 一定会摆马英九 后来突然之间 马英九呢 消失掉了 就每个人旁边都没有马英九 那我们看 那我们来看这一次的选举 这摆明 尤其我们住在非 这个就是台北市以外的地方 我即便我住在竹北 我们也看到朱立伦跟候选在一起 朱立伦跟候选在一起 所以很明显看出来一件事情 是产品的问题 的确在台北市是一个问题 可是这边呢 其实为什么 我在私下接触很多国民党的议员 他们其实心里头是 是有点不那么开心 什么不开心呢 因为呢 因为推出像联盛文这样的产品之后 使得投票的这个议员便减少了 这是 这个 这个也是国民党议员 而且每天我在这个公车上面 还跟他摆一个非常帅的表情 其实他蛮帅的蛮帅 跟我们彦博一样帅 好 但是不同的党派就是了 然后呢 一定要赞明一下彦博 因为他真的很帅 好 我们拉坏的重点是什么呢 我重点是什么呢 他说啊 哎呀 你看因为他的关系啊 可能这次蓝营的这个整体投票率 会降低啊 这一降低的时候 我的议员可能都有风险啊 所以你看整个矛头啊 很奇怪 我斯里亚在谈的过程当 很抱歉跟彦博说法都不太相同 他们说法都是连胜文这个产品 因为为什么这么讲呢 因为台北市长以前的选举都是 市长当母鸡 然后所有的议员当小鸡 大家冲啊 结果这一次 哇 怎么变成是一群小鸡 要带着母鸡的时候 哎 母鸡逗不了 因为母鸡是一个年轻 母鸡是嫩鸡 对 所以我这样讲 这个结果呢 就被人大家都很担心 很担心这个 这个嫩鸡哦 又讲错话 这个嫩母鸡又讲错话 因为讲话又拉伤了 国民党议员的选情 所以现在议员就很闷啊 有时候想想 可不可以请这个母鸡 不要再讲话 但是这母鸡一会儿 讲他的车是停的 不是住的 一会儿就说这个 花了七个月 加拿大的封业卡 还没办法处理掉 人家讲完的时候 这国民党的议员就说 我怎么办 其实彦博是好一点的 彦博是深绿啊 深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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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深蓝这块板块呢 其实是很难移动的 但国民党他又请一个 这个淡蓝啊 甚至中间选民啊 才能支撑这个支持度的时候 真的是 是无语问苍天 然后我讲最后一句话 这要好农兵对于所谓的这个双子心又讲的不清不楚 大巨蛋也讲的不清不楚 美和事也讲的不清楚 整个就是不清不楚的时候 哇这是国民党选的真的是 马赛要撑出来 不知道要留多少 所以我觉得 这是国民党本身内部的一个问题 所以你看今天 寇姐有弄了一个看法观点 她说 马的核心就认为说 柯文哲聖 聖文败 对国民党 对民进党 对台湾都好 那就是对大家都好 这个叫三好 那三好 这是什么核心 马的核心是谁啊 这个马核心我想大家都应该可以猜得出来是谁 我大概也知道是谁 那当然 这个我觉得说 这是确实 已经是国民党内部的一个问题 也就是说 国民党内部包括马英九 包括江一化 你们这个执政团队 被人家唾弃成这个样子 结果你们要站出来辅选 那站出来辅选的时候 很多人一定会想 你自己把你的食安管好就好了 那所以站在台北市 我觉得刚刚彦博提到那个问题是 在台北市的时候是大家都骂 也就是说马英九执政也被骂 那聖文这个产品不好也被骂 可是去其他地方不见得 比如说去到这个 可能包括像台中 或是这个桃园 别的地方不见得 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 也就是说执政的包袱 刚刚像洪律师他们所提的这个 马英九应该持掉 总统跟党主席的这样的一个包袱 不见得是从北到南全部都如此 而且更何况他那个主张是 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国民党内部 存在着自己内部的斗争 这个斗争包括说连战 连先生 那你也是输过两次了 对不对 那所以呢这个 连胜文输的话 其实就是让你们连家知道说 你们呢 别想成为在国民党内的一个 所谓的head 一个主导者 OK那接下来才是 国民党到底谁要当家 就是1月29号以后的问题了 马英九为什么这么卖力辅选 因为呢 他要让大家知道说 我也是党主席啊 我如果不辅选的话 你们一定会痛骂我啊 所以那个叫做什么 那个叫表面功夫嘛 马英九的表面功夫 那你要叫马英九现在睡觉吗 他没有他一定会这样做 他是主席嘛 他一定会这样做 他一定会这样做 他一定要全力辅选啊 但是呢做是没有用的 这样子做是没有用的 也就是说 只是交代过去的表面功夫 是怎么会表面功夫呢 我说这个就跟黑心有一样的假 是怎么会表面功夫呢 他是国民党的主席 他不慢慢辅选他要干嘛 是啊 但是没有用啊 那怎么会是表面功夫呢 但是效果不代啊 是 所以我想这是国民党内部 他这次在11月29号的选后 大家都很想看这场好戏 稍后回来 说真的国民党内部存在的问题很严重 那当然更严重的就是说 连胜文这个产品 从连战的两次选举 到这次他亲自要下来选台北市长 都是不对的 这个不对包括你看 我们手边的资料真的是随便说啦 连家真的是找不出一个 让我觉得说 举不出他的一些问题的 好像只剩下一个连永心 除了连永心之外 我全部都可以一五一十的告诉大家 连家的问题有多严重 应该连永心出来选才对 从 但是他应该没有兴趣 他应该自己做自己的佼佼女 那你看 从连家 从连正东 我们讲了很多次了 怎么样的把南京西路 还有把中山北路的这些土地 变为这个所谓的工产变私产 那这个工产变私产里头还包括什么 还包括你连战 在当行政院长的时候 你连胜文到美国去念书 那时候你就是住的是川普 你知道连胜文曾经跟他的同学怎么讲 哎呀我来美国的时候 人家什么都帮我弄好了 就是那个真的就叫权贵 真的然后 那连慧欣呢 连慧欣说 我的婚姻是我爸爸决定的 因为那时候要财产申报 所以呢 我必须要把很多的钱藏在我的夫婿 陈宏远那边 这在谁的书上写的 李建军的我的台湾路 与连战的总统路 好那因为有了这个洗钱之后 我们又看了来连战家族所有的海外洗钱 这个憨不当当 从连镇东基金会 然后呢到连方语透过什么的管道 在海外洗钱 这些资料我们都已经讲的非常非常清楚了 那除了他之外 我刚刚讲说 那你其他家里还有几个人 可以让你没有缺点的 我们也讲过了连胜武 连胜武把我们的台港九号弄去当吉港九号 我们也讲过了连胜武呢 你跟着你的连胜文的好朋友郑志仁 然后呢还有这个蒋家的蒋友松 以及这个连胜武就跟这个吴志刚 你们在搞什么 张俊德里面 对还有里面的张俊德 我跟你说就这些人 他们一块在做两岸的珠宝的生意 所以这一连串的东西 然后包括你你卖假药卖禁药的连会心 在什么 在武汉在做的这些生意 他们签的是什么 他们签的是几亿的 这个很大的一个生物科技的一个合约 所以你们家有那么多不清不楚的东西 那你说 你说要大家都当做没看到 要当家说 这个连胜文你真的是一个聪明 然后呢老实有礼貌 那我们都投给你 台北市民没有那么单纯吧 没有那么好骗吧 你看到这里头 我觉得我今天还特别整理一个 叫做天龙传奇 天龙传奇里头就是 我们这次国民党推出来的候选人 真的是天龙国 天龙国里头呢 他有很多传奇故事 告诉大家说 来他们家三岁自耕农 农地就变建地 资产呢在长基金 白手套起家 不是白手起家 然后呢这个 以前是夜店兔里趴 然后呢主播给他薄金包 富贵千金 就所有的这一切 包括顶星TDR 甚至呢包括一连串下来 这个什么一直玩玩玩 利益的种子 然后所有的这一切 就是我们所看到这一次 国民党所推出来的 给要台北市民买单的候选人 真的怎么投下去嘛 所以问题真的不是只有 单纯的出在马英九 也包括了联盛文的这个产品 实在是不好不好 我真的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他有什么优点 其实在分析选情上 我想各方的这个媒体 也有不同的看法 除了当然有一些人认为 联盛文自己本身 有一些问题之外 当然也有一些人认为 这个联盛文 可怜的联盛文 这是今天出刊的 一周刊的一观点 那么今天也有出刊的 这个新新闻 它里面怎么写 国民党各方势力 包括王金平 吴敦义 吴伯雄 朱立伦 丁守中 郝龙斌 关中 甚至是马英九跟金普松 看似各自出力 但都保留实力 因为联盛文当选 对他们都没有太大的好处 但是里面 特别让我们注意到的一点是 现在连爷爷的眼中 看得到 却吃不到的一块票 其实是宋楚瑜的这块票 甚至是宋先生之前 传出竞选 因为太劳累了 而进了医院 没有想到 拍了丁远超去探视 但是竟然是没有办法 这个入门去探视了 那这个有点像 当年说这个 马英九说要找宋楚瑜 那我就开玩笑 他找宋楚瑜 这个难道 从总统府到北京的路 还比总统府到林口 还短了 总统府到林口应该很近 他始终找不到他 这个是说不过去的 其实从2004年 2003年 我刚才讲了个假面具的笑话 其实那个时候宋先生是 我常讲宋先生的内心深处 他是非常蓝 那个蓝色是什么 是金国先生时代 那种国民党 有理念 服从三民主义的那种蓝 他觉得对今天是很失望的 一方面对马金失望 一方面对2004年以后 整个国民党的发展 他也很失望 2005年的买办文化到现在 他更失望 因为买办文化就拿人手短 吃人嘴软 你怎么期待说 刚才提到说 这个联盛文是16年 不是 不对的 是20年 大连王朝要将近20年 他如果今年当选市长以后 10年后他选总统 是非他莫属 然后从今年开始他当选之后 每个要选大位的人 一定要到林家来磕头 没有结果人家同意他怎么选人上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 台湾人民的一个抉择 到底还要不要这样干 其实我们再看看中国大陆 包括你这里面写的很多大陆的那种 支库型的人到台湾来 他们来看是什么原因 因为过去都是由特定的几个白手套单位 传达讯息去中南海 那结果都跟台湾的内部的情况不一样 所以这一次大陆的这个支库型的人到台湾了 是真正的把台湾真正的内部知道的情况 让他们那边的人知道 所以有改变 那至于说丁远潮这部分 我必须讲 从今年年初开始到现在 都完全无法联系了 也无法见到面 因为见面不如怀念 不如怀念就好了 宋先生的身体状况还好 很好 他只是这个小小的发烧而已 没有问题 那这段时间 我说从2000年以后 其实宋先生的付出 应该是国民党的人 应该看得很清楚 那到今天为止 请问 有没有哪一个人 对这种付出当作是感谢 还是把亲民党当作 本来就是应该这样嘛 对不对 亲民党生下来就是要顾全大局嘛 反正遇到有事就是亲民党 就是蓝军 选完以后 亲民党就是暗军 就是这样子 就是这样子 你怎么看这个 国民党内部这些四大家族 或是八大家族 各自的算计 我刚才说这个 其实朱立伦他角色也很尴尬 他一方面希望说 如果说今天这个国民党 他在台北市也输 在台中市也输的话 他就是这个未来这个蓝军 他是这个最 就是人气王了嘛 大概蓝军的这个 2016的这个总统的候选 就非他莫属了嘛 那可是如果说今天是这个 国民党有赢的话 台北市也有赢 台中市也守下来的话 那其实他要2016 他要接这个总统 要选总统的话 大概这一个路 他可能就必须要等一等了 那所以他的 其实他内心也很尴尬 他其实如果做一个蓝军的话 他其实是应该希望说 国民党能够选赢嘛 可是如果国民党这个选赢的话 他的这个总统大位 可能就没有办法在2016年 就马上很顺利的接下去了 所以其实他在这一个 新北市的这个 这个浮选的这个活动也是一样 他一方面就是说 其实很少在这个 新北市境内 这个带一些小鸡 他现在在外面去 去浮选 到这个台北啊 基隆啊台中 中张头去浮选 就是希望说 能够厚止这个2016年 他这个选总统的一些资源 所以他就到处去 这个外面去做浮选 可是另外一方面 他就觉得说 那如果真的万一 国民党真的选的好的话 那他未来 他就真的只能守在这个 这个守在新北市 然后再等待说 好那2016年 到底是这个 吴敦毅跟蔡英文 还是怎么样 再等待那个结果 对他来讲 他是会比较难熬的 因为他是很希望说 第一个国民党选的不好 那第二个 他在新北市能够大赢 那这样子的话 他就比较能够 顺理成章 成为这一个马英九之后 其实马英九 在今年年底选完之后 如果按照目前的 这一个民调 各家民调来看的话 连外资民调来看的话 相信大概这次的这个选举 选完之后 大概马英九就败咖了 马英九败咖 那现在是谁来接这一个 马英九这个位置的 接党主席的这个位置 虽然他有这一个 党章的一个保障 可是如果说真的选的不好 台北也输了 然后台中也输了 甚至中章头 这个南投或章话 都有出问题的话 那我觉得党内逼宫的声音 一定会有这些 四大家族的人 一定会有人出来 一定会有人发难的 你说马英九 硬要接这个党主席的话 我觉得很难 我补充一下 虽然你们时间到了 请各位不要忘掉 这位法匠 他认为党纲就是这样写的 我为什么要退呢 第二个 可是会有人逼宫 马上就要提名 我是党主席 所以你们这些要骂我的人 你们要不要提名 所以我跟你讲 明年大家都看错马英九 马英九是绝对不会 不会认为他有错的人 所以要以民进党的角度来讲 你应该感谢马英九 继续烂 还有一年多会继续烂 烂到马 民进党会当选 所以现在以民进党的角度来讲 不要打马 你要护马 你要护马 选战倒数 所有的候选人都要把功劳 往自己身上揽 这在选战当中 似乎是无可厚非的 那现在呢 开始有这个交通部长叶匡石说 大家要记得 连加在悠游卡跟健保卡 这两个给台湾人 带来极大便利的这个措施上面 他们是鞠躬绝尾的 那杰敏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其实这部分 因为是叶匡石说的 所以我们感触特别强 如果别人讲 也许我们有什么感觉 既然是叶匡石 那肯定我们要把叶匡石 从头到尾好好检视一次 叶匡石说 叶匡石说 是连社会很重要的攻击 那丁首席怎么办 这丁文文在所谓的当时 党内初选的时候 他说国会是他通过了 小而付款 才有连圣文 后来的小而付款 那讲到连圣文的这个 我们说他唯一的党 就是我们说公职 就是我们说的 这个优务卡公司 来看优务卡公司 我们看下一张 这张我们已经第四次使用了 我希望叶匡石你看得到 当时他是在这个时候 担任所谓优务卡公司 实验这个地方 他说2018年 优务卡公司亏钱的 这是优务卡公司 利免损议表 答案是389万赚钱 你怎么会看 这是赚钱的变亏钱的呢 我真的很好奇 这连圣文怎么看 当然也不要怪连圣文 我们看下一张 因为连圣文 其实做完优务卡公司的时候 他在这个报告里面 对外资报告里面 说社子岛 那个岛 所以他其实做优务卡公司 他对台北市的环境 知道吗 连社子不是岛 他都可以说岛 而且重点 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 他一摸二干净 说这个跟他没关 那是Google讲错的 那我就担心了 如果连Google 讲错的事情 都可以把假当了真的话 那你当台北市政府 是不是给很多讯息 你都可以以假乱真呢 好那也没关系 因为这是叶匡石说的 所以我不算 在你连圣文的身上 但我们来看看 叶匡石可有趣了 为什么谈到叶匡石呢 其实是因为叶匡石 曾经讲过这句话说 怎么让柯文哲去接待外兵 这个都我们在谈 那时候我们就注意 叶匡石出现了 那叶匡石出现 我相信国道很多人 心有气气焉 那我们现在来看叶匡石 是怎么出现的 我们先看一下一张 叶匡石一开始 是在陶鸡当董事长 你看哇你看网上指啊 因为那时候陶鸡在做修改工程 他非常开心带一队人马 陶原机场的场景 对对对 很漂亮很漂亮 这是新的 但是他不知道 在看这一边的时候 下一张更经典 那这边是光明面 事实上这边在干嘛 那个是厕所 还有从屋底掉下来的垃圾水 那个粪水啊 当时臭不可当 然后这是我们的门面 一堆光光的来 糟了糟了 这是这是什么 这是最大的这个航空站吗 这些水都是那个恶心的臭水 还有也是桃圆养鸡场 对 而且是那个鸡 鸡流下来的那个 混水 对这就是我们 叶匡石当董事长的优点 我们再去看一下 叶匡石做的事情啊 不止如此 来看这张图面 那时候一直在攻击这个 我们说的这个 高价的这个收费 好那时候这位先生呢 就说一句话 同情他一下好不好 真的要同情他一下吗 叶匡石 他在对方说 同情他一下 看下一张 那这些人谁来同情呢 这些国道的这些 被裁掉的员工怎么同情呢 我们这样对比 不是只有这个哦 刚才对比是明亮的这个淘机 结果下面是垃圾水 然后刚才那个是什么 是那个人说 原谅了一下 可是我们怎么去照顾那些 国道的这些被 被之前被丢弃的这些国道员 我们都忘记他存在啊 他们还存在台湾 是由叶匡石把他们处理掉的人 那叶匡石来看一下 替远通赚这么多钱啊 哇包括了这个 一大堆的费用 其实那个罗淑蕾 那罗淑蕾好久没听到他的声音啊 罗淑蕾说 这七年后 可能远传可以赚几百亿耶 好赚这么多钱来 我们看下一张 那叶匡石为什么不把他五亿 好五十亿的远通的这个罚款拿回来呢 你一方面给他赚那么多钱 连五十亿你都拿不到 到现在啊 五十亿还没有拿到啊 现在叶匡石已经不讲到五十亿 现在法院处理啊 你可以相信吗 叶匡石也不是只有这一点啊 我们再看下一张 这最经典 后来呢 他是有逃到这个航空城 他讲说航空城呢 跟这个大埔案是不关系的 这里面呢 没有什么土地的重分配啊 没有利益的炒作啊 没有农地变建地的问题啊 没有农地变建地的问题啊 下一张给你看 所有人都说 拜托你停止吧 农业已经不但被建地了 而且连唐匹哦 吴县长先生 你的航空城 连唐匹水坑都可以变建地 你不是看到那这个再来看 他很开心再看 哇红耳这这边笑的多灿烂 大家他笑嘴才来 这是什么 这是机这个机场捷运动作 但是机场捷运 你知道吗 还没开始的时候 这家电线电缆啊 这有个电缆啊 电缆都还没有用哦 已经三度 已经断裂了 没有用的电缆 就已经断裂 车子没有进行 电缆就断了 是老鼠咬的吗 那么这也是夜光寺 夜光寺不止这个 他还有一个被这个蔡政员 踢爆的豪灾烟 这个我们这个蔡政员知道 豪华业 你知道豪华业目的干嘛 来 他要逼退中华电信的董事 不叫豪华业 那叫农色业 豪华业都可以 重点目的是怎么样 要把李延松干掉 为什么把李延松干掉 因为他要求别人买股票 那更不用说了 那我们还有一件事 这就是招待外兵的规格 这是夜光寺 我们下定下 店经许大规格 就是在外面上 外面上 自己的火力 没关系 就算罪了 中国人 ここ的小型 deve屁者 站在一起 或者不走 这个火力 都可以 尽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